鹿骨以美景与产茶闻名 为了推广日前乡公所也结合鹿骨旧国团与太极美帝发展协会 与麒麟坛旁办理轻旅行活动 透过体验送带点茶的方式 让民众对于鹿骨茶香有进一步的认识 手要扶着 手这里 对 然后上下 上下打 这次活动呢 我们是搭配鹿骨乡公所的轻旅行的活动 呈现的就是用点茶 用碗的方式 就是用我们的小叶红茶 那这个汤底呢非常的浓厚 那在点茶的过程当中 莫薄会比较多 那竹子的部分呢 我们选用的就是我们的竹腹师 就是我们的茶蜜 那借由吉辅的方式呢 让茶汤跟茶碗当中 用吉辅的方式 它就本身就会产生很多的莫薄 那这个茶造树的部分 就会被我们点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方式呢 能够接近一下时尚跟年轻人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使用 我们的高脚杯来让大家来喝茶 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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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喔 此次活动 县内各救国团也都踊跃参与 南投县救国团团委会总会长 县远游浩 也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推广地方特色 并让团友们共度美好时光 现在来讲的话 在许多的机关一起在推广 轻旅行 所以说这次陆古救国团就结合了 陆古相公所 还有南投县政府 还举办一个轻旅行的活动 在这边永龙村麒麟坛的旁边 那也希望借由分享宋代点茶的一个记忆 还能够让大家除了了解 我们南投县特殊的茶文化之外 更可以对比较一些古早的一些记忆 做一个分享跟探讨 那也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茶艺 还再加上这样子麒麟坛的一个 就绕湖的一个践行 还动静皆宜 还可以让大家合家一起出来 享受不一样的一个相聚时光 先远友好也期待透过此事活动 让团友们交流联系情感 并发扬救国团宗旨 吸引更多人一起加入 做公益服务社会 过去来讲的话 救国团一直以来 致力在许多社会的服务工作 那所以也希望经有这样子的活动 大家不只联络感情 同时也可以再做许多 社会服务的工作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还也希望说 真正发挥救国团的精神 还也让许多的民众 更加了解救国团的宗旨 还也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救国团 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议长何胜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期待透过轻旅行活动的推广 能吸引更多人潮前来 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